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天星多日報的專欄已經踢爆了 林鄭打算大搞政治酬庸 將那些落選的建制派區議員 分派一些公職給他們做 而林鄭在今天開行會之前會見記者的時候 更加只是講了一些驚人的言論來挑動這個民情 這些行政長官簡直是不知所謂 所以胡志偉說你是八婆 這個有什麼說錯 有什麼罵錯 我們首先說一下星島那篇報導是怎樣說的 據他們所說 工聯會的十多名落選區議員 已經率先跟林鄭見面 有與會的人士大申 今次這個選舉哀鴻遍野 林鄭當面跟他們致歉 而且肯定工聯會在地區上的貢獻和熱誠 而有與會者更加透露 林鄭在會面當中表明了 會委任一些建制派的落選區議員 擔任公職的工作 例如加入撲滅罪行委員會 以及扶貧委員會等 這件事就是告訴大家 你是在搞政治酬庸 你這件事已經不是用人為財 你是用人為親 你將這件事實踐出來 是不是 你有什麼可能在搞私商壽壽 你將這個群帶關係 大陸最流行的群帶關係 你又拿來香港這裏 而且將它推行到底 你知不知臭 林鄭 對不對 你搞這件事 首先你會面的落選區議員 邀請他們去禮賓府 然後安撫他們的情緒 這件事已經是很不堪 這個practice 從來以前那麼多屆都沒有做過 只有你林鄭來這樣做 你安撫建制派的情緒 誰來安撫市民的情緒 對不對 過去半年的抗爭運動 你有沒有安撫過市民 除了出來扮喊六月那次 喊虎喊忽之外 惡如淚之外 你有沒有安撫過市民 你這樣來就是 攬死攬那些建制派 那些是落選人的市民 用選票唾棄了 還有你搞這些分餅 派這些公職出去做 這些公職本來就是什麼 一些諮詢的架構 你就應該堅守用人為財這個原則 委任一些在社會上各界 有知名度的 有名望的 有實力的人進去做 才能夠對於你的諮詢架構有所悲益 你委任這些落選人進去做 全部都是你自己人 全部在擦鞋 到底這些諮詢架構 是不是名存實亡呢 作用呢 本身已經有很多自己人了 一些異見的人士 異見的聲音 根本上進不了你的諮詢架構 現在還蠢到貼地 委任這些落選人進去做 這些諮詢架構 你被接了 搞那麼多公職 搞那麼多委員會出來 幹嘛 架床疊屋 是不是 反正你都不聽民意 過去那半年市民要求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你除了隔了幾個月才肯撤回 逃犯條例的修訂以外 其他四大訴求 你完全當市民沒有到 你是當市民當示威者 你當遊行人士是臭死 這件事是確認了 是不是 你搞什麼諮詢架構 搞什麼這些 就是公職工作 撲滅罪行委員會 什麼扶貧委員會 搞什麼 這些事情 好了 而且你現在實踐的 就是與民為敵 戰事民意 在這個區議會選舉當中 市民就已經用選票 去vote them out 是不是 就把這些垃圾的 議員 撒走 才落選 不夠票才輸 市民就已經作出了他們的 明智判斷 現在你轉背就已經委任他們擔任了一些公職 難怪 外國媒體的社評 批評林鄭是 Authoritarian regime 你根本就是獨裁的政體 這完全是高壓統治的象徵 輸了的人 就可以獲得政治酬勇 劉剛華落選了立法會議員之後 大家記不記得 政府委任了他做民政事務局局長 人工三級跳 由當時九萬六千元 升到三十多萬 這個已經開了一個極壞的先例 林鄭這個歷史罪人 更加是無所不用其極 現在又落選了區議員 有三百多人 你就算是委任他們做公職嗎 你有沒有搞錯 這些人有沒有才能 這些人是什麼人來的 這些人是撐警的 這些人是支持打學生的 這些人是支持所謂止暴制亂的 你就是委任他們做公職 你有沒有搞錯 你是不是傻的 市民投票來做什麼 投完之後 原來全部又委任了 又納入你那個架構裡面 你根本就是神經病的 而且你一件事更加離譜 今天在這個記者答問的時候 你竟然說那些市民是什麼 純粹表達對政府施政的不滿 在這個投票當中 就是沒有看過那些候選人過往在地區工作的表現 或者是看那些政綱 你有沒有搞錯 市民就已經是看得一清二楚 還看什麼地區工作 人最重要的不是 什麼地區工作 什麼派米 派這些什麼蛇齋餅種 或者是搞什麼探望 就是長者不是搞這些東西 人到最後一件事就是講求自己的良知 良心 林鄭 還看什麼地區工作 一個人如果連良心良知都沒有的時候 搞多少地區工作 都是虛情假意的 都是垃圾來的 所以市民已經作出了他們最明知的抉擇 你就不應該這樣說那些市民沒有看 那些政綱是什麼政綱 政綱就是止暴制亂 是不是 說得很清楚的 你們支持止暴制亂 支持開槍 你夠膽出來說不支持開槍 你不夠膽 因為這些人全部都是沒有自由意志的 而且林鄭說的一件事更加離譜 他說向建制派表示協議 表達協議就是覺得理所當然 請問你什麼時候向市民表達協議 你開真槍實彈射的學生 你什麼時候表達協議 你開那些催淚彈 搞到全城污煙瘴氣 搞到甚至乎有長者因為吸入而過身 你什麼時候道歉 射這些橡膠子彈布袋彈 射盲記者的眼 射盲急救員的眼 這些什麼時候道歉 還有拘捕了這麼多無辜的學生 甚至乎831新屋嶺那些事件 你什麼時候道歉 拘捕六千多人 你什麼時候向市民道歉 因為你是整個事件的始作俑者 整個逃犯條例的修訂就是你搞出來的 你不要抵賴 就算你是這個傀儡也好 你也是執行的人 所以你一定是千古罪人 歷史的罪人 一定會釘在歷史的柱肉齒之上 還有一件事 你不肯回應市民的訴求 這件事就很離譜 只是說別人唱衰香港 首先來講 林鄭還在邀功 他就說政府已經宣佈了停止逃犯條例的修訂工作 這個訴求 已經完全徹底很正面 謙卑地回應了 然後他還說 要求政府釋放被捕人士這個訴求 就不可以完全枉固法治 為了要作一個回應而滿足這個訴求 拜託你不要瘋了 林鄭 你搞法治 法治社會不要緊 你拘捕那些學生 拘捕那些市民 拘捕六千多個 我想請問你這個法治是不是對等的 是不是同一個標準的 警察拘捕了多少個 一個都沒有拘捕 警察當街當巷來打那些年輕人 打那些學生 新屋嶺打到骨折 這麼多的事件發生了 我也不要說有疑點 或者所謂謠言 我不計831和新屋嶺 只是我們市民親眼目睹 在電視直播畫面 你這樣來暴打那些年輕人 暴打那些示威者 那些不用計嗎 為什麼你們警察一個都沒有拘捕 法治是對等的 不能只是針對市民 不針對不制約你這個權力 對不對 警權就無限大 整班警察永遠就一個濫權 永遠就濫用私刑 這些怎麼算 惡市警察就大了 警察是特權階級 這個叫法治社會 有沒有市民服 除了那些深藍傻粉之外 有沒有人服你 請問 林鄭 你經常說 這件事還要罵 政客說他要唱衰香港 就去外國的國會 遊說外國的政客 制裁香港 不是制裁香港 制裁你呀 是制裁你這些侵害人權 打壓民主的官員 你制裁香港 九嬴八八 經常混淆概念 剛剛制裁香港了嗎 取消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 這時說 只在弄制裁名單 你就陸人幫之手 是不是 經常說制裁香港 基本上是制裁官員 不要再混淆視聽 還走回老董那條舊腦 還想罵那些政客 唱衰香港 你都不知所謂 所以市民爭取釋放被捕人士和特赦示威者有什麼問題? 你那些警察全部都沒有一個落鑊的 那些警察還可以大無私仰 握著那些電單車衝向市民又可以復職 開真槍實彈近距離射向那些無辜的學生 又說他在冤枉別人握著鐵棍 根本上這些全部都是你適合的 所以特赦示威者有什麼問題? 你一個警察都沒有落鑊 這是叫法治嗎? 這是對等對待嗎? 你都傻了 還有你林鄭本人就已經夠了折奪了 現在就衰收尾了 你的政治生命走到盡頭的時候 連自由意志都沒有了 連辭職的自由都沒有了 還要在這個特首的大衛那裡苟然殘喘 終於你真的做到了行政長官 嘩 厲害了 做到這個香港的萬人之上 有什麼作用呢? 到最後你就是為了 淪圍要被建制派消費 被人握乾你政治生命的最後一滴 而在這個大衛那裡苟然殘喘 是不是? 你下台都沒得下 繼續做吧 每一天都被人問候 做人做到好像你林鄭那樣 就真的毫無意義了 繼續說這些出來刺激市民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